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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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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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切 这一切 这蘑菇的鲜味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也漂亮了 是不是 下个步咱们就准备 首先这水里放什么 放盐 适量的盐 放一点点 放一点味精 有很多 血糖高 放点木糖酸也可以 一样木糖酸也可以 多一点点油 还放点油 一点点就够 这样原本很鲜的蘑菇 就更鲜了 随后 李东师傅就将微好的蘑菇 放入了蒸锅中 这有蒸三分钟就没有 蒸三分钟 这个菠菜还要 菠菜咱们要冻 菠菜还要冻 剁的清料都脆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 李东师傅这手艺没关系 您就像剁馅似的吧 给我剁烂 是不是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菠菜下来吧 来 您来下这个 我下这个 好 你扶着这锅 好嘞 这还要加什么调料吗 那个虾软里可能有盐了 这里也有盐了 这不能少来 少来 根据您的口味 因为那两个 因为那两个料理已经有盐了 都有了 咱们少放一个 即便您口味重 以后您也得改个这毛病 咱们您最后 盐要少吃 好 尽可能的少吃 咱们可以 来一口 好 好 水电子 一定要放一点 好了 已经连稠多了 好了 这就等着了是吧 对 成功了 您来 现在该做什么 现在咱们准备开 炒虾仁了 虾仁 我把火灭开着 热锅凉油 烧着开 我感觉不热 我们一下 在这有人讲是吗 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就是这锅得烧热了 对 您烧这个菜 好 热了 可以了 烧油 这会油 这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呢 把这虾仁 这就叫热锅凉油 然后赶紧把这虾仁下去 咱们就直接炒了 咱们炒的什么火 咱们下一个白的 炒 你看这块就成熟了 这可以了 对对对 好 咱们这虾仁差不多了 好 好了 咱们这个萝卜也可以了 萝卜也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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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看啊 现在这个步骤也很关键 咱们现在要放它过去 嗯 好 要先把这个摩骨 放到好去 这个不用着急啊 为了这个形状更好看 你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剪出来 好 这蘑菇已经摆好了 接下来呢 就放在这蘑菇上 真的蘑菇有味道 虾汁有味道 现在就挺漂亮 味道就已经够了 关键这香味都出来了 关键蘑菇跟虾的香味 好 咱们把菠菜汁浇上就可以了 有营养 而且还很清淡 而且这个营养价值 要做好这道和虾鲜蘑菇 你首先需要分别将切好的蘑菇 与菠菜蒸好煮熟 虾仁炒熟之后 放在白好的蘑菇上 然后将菠菜汤汁浇上即可 好 大功告成了 大功告成 这道和虾鲜蘑菇就算是做好了 要不我尝尝 尝尝 尝尝味道怎么样 你猜怎么着 一个字 特鲜 这是一个字 这道菜既清淡又有营养 我希望您今天早上看完这个节目 您中午就尝试着做 我保您成功 好了 天天饮食 我们天天都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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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